人在睡觉做梦的时候 或者受惊吓的时候 会有一个魂魄出气 人往生了之后 是变为灵体形态 三个魂合在一起 还是翻开的 师父 要看了 你三魂如果传走了 那你是彻底离开这个肉身了 对不对啊 那么三魂六魄嘛 对不对啊 那么你很多人说 你魄单单可以有嘛 基本上不能单独存在的 没有一个灵体在身上 你这个魄不存在的 明白了吗 所以就是说 一定是走到两魂 还有一魂没走 你就会有一口气 哦 明白吗 那走的那两魂 是结合在一块的 结合在一块的 它可以成为一个灵体啊 所以很多人做梦 梦见自己了 上天了 其实就是他的一魂 梦见他的两魂呀 哦 明白 那师父 如果他 如果他那个两个魂合在一起 他不是三个魂合在一起投胎的话 是分分开还是跟着别别的魂结合投胎为不同的生命呢 师父 没有 基本上如果怕你是投人了 那你基本上三魂都要上去的 哦 明白了 那师父 人往生了之后 那个魂一般去哪里呢 是跟着 走在一起吗 师父 没有啊 在空间呀 在空间 在空间有一个你呀 有一个自身的我呀 你的形象 哦 你的脑 脑海里的想象 全部都是跟有肉身一样的呀 那么然后你就飘啊飘啊就走啊走啊 有那么就走到时光隧道了呀 嗯 进入 进入这个这个地府呀 那碰到过世的亡人了呀 然后呢 然后呢再飘啊飘飘到四十九天吧 到阎王老爷这里去宣派呀 哦 所以为什么 明白了 明白了 为什么四十九天当中你可以记彼殿他们呢 可以跟他们讲话 对对对 所以很多巫婆在四十九天当中 她可以跟亡魂讲话 四十九天之后她就招不到魂了呀 哦 你说那个巫婆可以直接把亡魂直接招过来 是这样吗 对啊 这个巫婆 很多很多农村里都有的呀 招魂就这样呀 那招 他招魂违反地府规定吗 他能这样招吗 从道理上来讲 就是人间跟 人间的接触呀 要看的 如果批准的话 他就不违反规定 不批准就违反规定呀 那有的巫婆 比方说他跟地府的官员 他可以下去沟通 哦 有的巫婆 就是散兵游泳 他自己乱来 他就在空气当中 他去找 找到了这个亡魂 说来来你家里人要跟你讲话 然后就让这个亡魂进入巫婆的身体 这巫婆就开口跟他讲话 讲出来的声音都是跟他死去的母亲一样的 对对对 就是有这种情况 然后眼神什么都像 然后就告诉他 妈妈是冤枉的 妈妈不应该死的 告诉他 我现在东西在哪里 他就问了 妈妈你的 你的钱藏在哪里 那就这样 所以很多人间的事情 为什么地府的事情 人间会知道了 就通过这些召唤呀 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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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